红萝卜三次堆得成山像山一样高 囤积道有些已经涨没了 被解放指一旦业者喊冤 出示了政策还大方带媒体去看 说以往囤积也差不多就是这么多 价格也没有贵很多 发霉是因为下雨 并不是因为恶意囤祸 好 红萝卜怎么吃 当然发霉的直接丢掉就不要吃了 很多人把这个红萝卜拿来打水果汁 跟其他水果打在一块儿 蛮好喝的 但营养师说错了 这样打不对 因为它的营养会大打折扣 红萝卜里面其实含有一种非常好的 抗氧化以及抗癌成分 如果被打成汁的话 有70%没有办法被人体吸收 而在做料理的时候 专家建议应该要先煮再切 这样才可以留住这种抗氧化的物 好 一杯大杯的中文果汁 好 一杯大杯的中文果汁 很多人来到果汁店指定要来杯中文果汁 电脑看多了 胡萝卜汁就好像它的润滑器一样 看看老板果汁机又是放红萝卜 又是放阿乐 胡萝卜后面急急 因此无常出口感觉 一样多多 胡萝卜这些混在一起打成汁 效果可是会大打折扣 红萝卜打成综合果汁 营养师说因为红萝卜有维生素C的分解碑 如果跟其他水果搭配生食 有70%的胡萝卜素就无法被人体吸收 而其他水果的维生素C连带会被分解碑破坏 是脂溶性的嘛 所以我们如果打成这是水的部分 它的吸收量是下降的 不仅如此 就连红萝卜削皮的这个动作 看在营养师眼里也NG 因为红萝卜外皮富含胡萝卜素 削皮等于消掉满满一样 还有还有先切再煮红萝卜受热表面积 增加里面的连液晴醇 这项抗癌氧化物也会流失 反倒是先煮再切 能多留住25%的连液晴醇 因为红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一部分是需要油脂的帮忙才能够吸收 所以那个红萝卜我们建议说 它是炒过再吃 它的那个吸收的完整度比较高 红萝卜怎么吃最适合 要是说油炒最好 另外红萝卜素是脂溶性维生素 和油脂一起摄取营养吸收率 特殊比生吃高出发备 这张条我是台中播的